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今年年初,白宫宣布的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 旨在大力推动美国AI发展的星际之门专案岂不艰难,并大幅缩减了近期计划 今年1月,日本公司软银创办人孙正义与OpenAI执行长Sam Altman,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共同宣布了星际之门专案 然而,6个月过去了,负责推动该专案实施的新成立公司尚未达成任何一项资料中心交易 据知情人士透露,软银与OpenAI联合领导星际之门专案 双方在合作的关键条款上存在分歧,包括资料中心的选址问题 尽管两家公司在今年1月宣布星际之门时承诺将立即投资1000亿美元 但知情人士称,该专案目前设定了更为保守的目标 只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建成一家小型资料中心,地点很可能选在俄亥俄州 星际之门专案启动迟缓,对孙正义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次挫折 尽管多年来他已投入了数以十亿美元寄资金 但在快速发展的AI领域,他仍在努力追赶 软银今年早些时候承诺向OpenAI投资300亿美元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创业公司投资 这一巨额押注促使软银承担了新的债务并出售资产 该投资与星际之门专案的计划同步进行 使得软银在AI物理基础设施方面占据了一席之地 Ultman则渴望获得足够的运算能力 以支援公司的下一代旗舰产品Chatt GPT 因而撇开软银自主推进合作 与其他营运商签订了资料中心协议 知情人士称OpenAI近期与甲骨文达成一项资料中心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OpenAI将在三年内开始向这家软体 与云端运算公司支付每年逾300亿美元的费用 该协议为涉及软银总装机容量达4.5G瓦 其电力消耗将超过两座湖泊水坝的发电量 足以满足约4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知情人士称 这些资料中心将分布在美国多个地区 不过孙正义和奥特曼表示 他们的合作一切顺利 7月中旬 他们在软银的一场活动中进行了视讯连线 奥特曼表示 他们的初步目标是共同建设十几瓦的资料中心 这是一段美妙的合作关系 软银和OpenAI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双方正在多个州推进专案 以超大规模和高速度推动AI基础设施建设 驱动未来发展并造福人类 知情人士称 尽管星际之门专案起步缓慢 但孙正义向合作伙伴表示 他仍看好OpenAI的发展前景 并有意向这家公司追加更多投资 虽已至此 但OpenAI和甲骨文Oracle公司 日前宣布的双方将扩大合作 在美国新增4.5级瓦的资料中心容量 是为了进一步推进 其为人工智慧AI工作负载提供支援的宏伟计划 OpenAI尚未公布 将与甲骨文共同开发的资料中心地点 但包括德克萨斯州 密歇根州 威斯康星州 和怀俄明州在内的多个州正在考虑之中 该公司表示 加上其正在德克萨斯州阿比林建设的资料中心 其总容量将超过5级瓦 运行超过200万颗用于AI工作的晶片 此前报道称 OpenAI计划从甲骨文租用新增的资料中心容量 今年1月OpenAI甲骨文和软银集团宣布 他们将在未来4年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 建设十几瓦的AI基础设施 OpenAI表示 目前预计将超额完成这一承诺 一几瓦足以为大约75万户美国家庭提供电力 OpenAI表示 尽管与甲骨文合作的资料中心扩建 是星际之门Stargate专案的一部分 但软银并未为任何新增产能提供资金 由于全球关税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不确定性 软银在融资谈判中遇到障碍 OpenAI还分享了阿比林星际之门初始站点的最新情况 称该站点的第一个资料中心 目前为OpenAI运行和训练其演算法的部分运算工作负载 提供支援 甲骨文表示 已于6月开始交付首批灰达GB200晶片机架 该资料中心的部分功能已投入运行数周 OpenAI全球政策副总裁Chris Lehan表示 他们对能够快速推进这项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因为在很多方面 阿比林站点是Beta测试 证明他们能够大规模快速地构建这些设施 OpenAI表示 预计新增的资料中心建设将在美国创造超过10万个建筑和营运岗位 从历史上看 资料中心通常不会雇佣很多全职员工 不过 分析师对星际之门合资企业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表示怀疑 其中包括用于立即部署的1000亿美元资金 今年1月XAI创办人埃隆马斯克称他们实际上没有钱 现在看了也确实如此 在当时OpenAI和软银将各自出资190亿美元资助星际之门专案 但由于这两家公司一直存在分歧 星际之门目前设定了更为温和的目标 即在2025年底可能在俄亥俄州建造一个小型资料中心 同为日企的日本半导体代工厂Rapidus 则是筹准了这波人工智慧AI浪潮 大力发展先进工艺晶片 在其市产线启用近三个月后 于7月展示了2奈米式制品 这一快速进展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不过Rapidus社长小池淳毅却突然表示 公司正在与30至40家企业进行洽谈 并强调不会与台积电竞争 小池淳毅透露 在4月工厂启用时 对于2027年量产2奈米的目标还不是很确定 但现在认为有可能实现 他指出成功试产后 客户对Rapidus的快速进展表示惊讶 甚至提供技术的IBM也感到震惊 之前与客户进行的都是假设性讨论 但试制品完成后 谈判变得更具体 关于目前进行洽谈的企业数量 小池淳毅表示有30家至40家 不过从工厂产能来看 无力全部接下 关于如何从台积电手中赢得客户 小池淳毅表示不会和台积电竞争 他强调最先进晶片需求提升 Rapidus能展示成果的话 就能吸引客户下单 以组建专门团队向部分客户说明 试制成果 他们希望有第二供应商会遵照和客户 敲定的时程来提高效能 据Andia估算 Rapidus以12英寸晶圆换算的现行产能 约月产7000片 量产时将增加至2.5万至3万片左右 而台积电主力工厂预计达10万片以上 在规模上Rapidus远远比不上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